很多很多都有一些運動健將 世界有名的運動健將也都吃素 還有講到我們到場的楊聰輝 那個是加十項全能的代表國 代表國在一起國家選手 國手就是立法組長他兒子 他是國手 他一個人 我都跟他講說 開玩笑跟他講 你怎麼拍誰啊 你跟他一個人跟他講 要總統教育講 開玩笑跟他講 就是這樣 他一個秀 有人拿過兩次總統教育講的嗎 各位前選人 拿一次就很不簡單喔 他拿兩次高中 拿一次然後大學他一次 在準備的時候 他就跟候選人講說 他是朱比赫 他一個人熟 他會覺得他根本就不可能的 因為聽說他們學校沒有那個 因為之前也沒有 他們學校沒有申請過什麼 總統教育講的學生 所以因為他高中有 然後他上大學之後 學校想說也幫他申請看看 可是學校一直 學校就完全是 沒有 不知道要怎麼準備啦 然後什麼東西 就是都穿回自己拿 他的證書什麼 有沒有沒有 就是穿回自己 簡單準備一下 然後他跟惠雪講說 他不會等的 原因是說 每一個學校都 喔 用盡心思 把他們那些作品 就是他們那個 報名的那些學生 喔 就是包裝的非常的 慎重非常的莊重 非常漂亮的個人 他說他都沒包裝 他看到人家那個 他覺得怎麼可能 我怎麼可能會等 就等說別的學校 用盡心思 為了要得到 爭取到這個 總統教育講的一個名額 用盡心思在幫他們 那些學生準備 可是說因為他們學校 都沒人體驗 就是東西都是很 等於說很粗 很原始的 沒有經過包裝的 可是呢 可是呢 後來他還是等了 為什麼 因為那些平穩是真的不看包裝 看他的實質的一些努力 一些勵志可以鼓勵人的 一些勵志的事蹟 還好是他是那個 評審有針對這個部分 著重的這個部分 而不是做包裝 所以他大選也得到 總統教育獎 然後吃素 吃素 得金牌 很像之前那個什麼 亞帕爾演運喔 那是不是是國際級的 也是得金牌 而且他的運動專才不至一下 跑的 跑步的 跳遠的 還有什麼 就讓教練覺得他 什麼都可以 就讓他參加很多 還有千球 在國旅館 眼鏡的 眼鏡的 眼鏡的眼鏡的 眼鏡的眼鏡的 在吸引的那個叫 審運還什麼運 審運還什麼運 全國的 全國的 他跟正常者的心靠 他也得金牌 不是在吸引的 喔那個亞帕那個就是 像國際級的那種 奧運級的那種 看是得到金牌 反好 在風雨中 又有風雨中 然後上去領獎 還有那個國旗哥 還有國旗哥 風雨 然後那個 本來就這樣子 所以各位前寫 師宿會不會贏 所以小孩沒辦法 師宿會贏 運動健將 操控健將 還有別的新娘 跟那個正常人頭 他也是得金牌 所以這樣一步一步 這樣子過來 真的是非常優秀 吃素 體力 不會輸人家 所以在FB上 你都有看到一些 國際級的運動健將 也是一樣 籃球的也有 跑的也有 都有 因為那個名字 因為後期我都不知道 只是看到說 你看世界名的 運動健將 也都吃素 也都吃素 所以說 吃素 其實對我們的身體來講 是絕對是好的 因為他們都體驗到 那些名人願意吃素 就是他們有感受到說 吃素 對我的身體 是有幫助的 是有好處的 那對整個大環境來講 怎樣 也是有幫助的 所以這邊講說 怎麼會講到那個吃素